A欄里面,商品名称 里面呢,它的逻辑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商品名称 这边合计就1 如果这边有好几个,中间有顿号 顿号的话,反正一个顿号,前后就两个 一个顿号,前后就两个 虽然如果有6个顿号,那就有7个资料 然后呢,一样,依此类推 可是我就问他说,那你以前怎么算这个合计 他真的是一个一个慢慢算 而且从头算到尾 我就很佩服他 然后不过他问我说,老师,有没有什么 函数可以快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倒是 我想了一下,好像内建函数还真的 还真的没有这个函数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制定 因为如果没有制定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函数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在云端上有分享 以这个问题来看 其实很多地方 你工作里面 真的 还是需要制定一下 这个制定函数的答案在哪里 其实旁边有个程式 你把它打开来 我这边demo一下 这边有个制定函数 这是我帮他写的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你只要知道说 他的开头一定是 Function 结尾一定也是 end function 你把这个 头跟尾的部分 C 然后呢 你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 你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 里面呢 找到有个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 你按右键 有个插入模组 反正一定要有模组 插入到模组的 任一个地方 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你就有这个函数存在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很简单 插入这个 那个使用者定义 商品 比数函数 OK 然后你就给他商品名称 按个确定 上下填满 答案就做出来了 OK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看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 另外就是说 除了说 后面他也会讲到 比如说 我今天写了一个 置定函数 除了用贴上的方法之外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提供给其他人使用 OK 那当然未来我会讲到说 你可以用真意级的方式 其实 在Visual里面呢 你也可以 把某一个 就是 里面具有这些 置定函数部分 你可以另存新档的时候 可以把它存成什么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真意级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这边有一个就是 Visual的真意级 如果你把它存成真意级的话 那以后 他的电脑里面也会有 你所有 你写要分享给他的 函数了 OK 这地方当然 顺便稍微 跟各位 补充一下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全部都在云端 白板上面 所以这个这个网址 OK 那回去的话这个应该可以连得到 我 就是跟各位说一下 有些资料 本来习惯是放云端 所以有些奖励里面没有的 顺便说一下 那 各位的话呢 请各位 开启 我们后面的那个 检视与参照函数 那请各位一样 开那个 这个 第二个 检视与参照 函数练习 那当然我们简单的 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要查询资料的话 方法很多 我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有lookup vlookup 另外还有index offset 跟interact 其他如果 就是 栏位名称如果在 左边的话 可以用hlookup 特别说栏位名称 不过这种几率其实还蛮低的 但是还是难免 会有一些资料 它的栏位名称在左边 然后还有 vlookup的练习 那个vlookup 其实 还会有其他练习档 然后综合练习一 综合练习二 综合练习二的话呢 是在另外的档案 所以 这边有个 配股数量表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相关的函数 这边做完之后 也许底下还有几个练习档 那我们 如果